抢先带您来关心新闻焦点 再从空中看台湾 空军派出两架运输机 送齐柏林最后一程 法国国会大选 新任总统马克宏的政党 取得压倒性领先 立法院今天成立 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 食安危机一波波 北市府拿出240多万 卫士大运购买8种快筛试剂和器材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